19世紀中 美国教育家Horace Mann认为 如果长时间学习之后 有假期可放 能够让学生疏压 从此学生有了暑假可放 但是调查发现 超过六成的学生 暑假宅在家里 天天上网 一天平均花的时间 这是五个小时吧 就是不在我才能这样玩 根据统计 每五个学生 就有一个人网络成语 缺乏与外界联系 容易变得孤僻 退缩 甚至不安而愤怒 该是放下滑鼠 走出户外的时候了 年轻人站起来 整理出四种 不一样的暑假生活 有趣又热鞋哦